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将入数字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 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 集击梁振英 一书 购买数量 姓名 及联络电话 将滑线支票 抬头请写 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 游记至普罗政治学院 并注明购买 集击梁振英 一书 购买数量 姓名 及联络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中声明 敢怒敢言 满口胡柴 四眼哥哥 正感满 四眼 柯柯柯 好,大家好,歡迎收聽逢星期二晚的四眼XXX 今天我請了嘉賓Yvonne 上來 所以大家可以開視像直播看 美女一名 這個鏡頭太清楚了 因為Yvonne 會經常在《熱血時報》那些節目出現做嘉賓 她上來買Radio 普羅政治學院的設定 又是覺得 我們在《時報》的一個攝影室 借渣的價錢 但是踢出燒鵝的味道就差很遠 因為那個鏡頭是網路鏡頭 所有人都是這樣說的 我現在不知道看哪裏 看著那裏 或者看著螢幕自己的樣子 今晚就是 Yvonne 也是之前選舉很努力幫忙 幫忙助選的選舉團隊 但是因為之前選舉的關係很忙 都很少一起去多點時間坐下聊聊天 都是每次做完街站就走了 閃了去追著做第二個街站 還有做熱星 對 對 我坐在這裏看 對 之前我經常在《熱血時報》 因為《熱血時報》那些節目都聽不完 但是經常看一看都會看到你 以前有一段時間我以為你是主持的 其實我是沒有課金連結的 這是唯一的分別 對 所以今天就找了Yvonne 上來 聊聊聊天 還有想盡量少說一些太政治的話題 因為都非常疲勞 今天就 我也記得 其實都吃過一次凡選舉期間 有一次我們 有一次只有我們兩個人 因為去完沙基灣 有一個談公彈的活動 我們一起去幫我拍照 因為那時候我跟陳道 就跟我們一起去 介紹 告訴我們談公彈的歷史 還有特別為何會在沙基灣 東大街那邊 一路過到那個 談公廟 談公廟 完了之後 我們就找了地方坐下來 開始聊聊 原來你也有一些海外留學的經驗 還有為何你會 你是 你是 比我更加熱 可不可以用熱衝政治呢 八個 很小的時候 已經會留意香港的事 那些時事 小時候 那些同學覺得我是 nerd 為何會看這些東西 就算中學的時候 那些同學都不看這些東西 很少會留意 是 你跟我說 我記得 我聽你的形容 我簡直覺得很搞笑 你說你看著電視機 看到英女王 你會覺得 主權回交 主權移交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傷心 傷心哭 傷心到哭 1996年 6月30日晚上 97年 97年 錯了 哭 因為我覺得 那時候比較膚淺 那時候覺得 英國的戀愛 然後轉到大陸的風格 覺得 很噁心 第一個感覺是覺得很噁心 怎麼辦 以後變成像表姐你好 那樣怎麼辦 那時候才想民主 小時候比較膚淺 因為我想 那個年代 你可能會看很多港產片 有很多橋段 就算一套 主題不是諷刺中國的 都會有很多的橋段 或人物 是用來諷刺一些中國的文化 等等 所以一般大家的印象 都是覺得中國就不好 壓撐等等 很害怕 但是我又 譬如97年 那個主權移交 我又沒有太大的感覺 我印象中 我只記得 現在大家都 近來都會說特首選舉 都會說 未來有誰就會有興趣 或者將會宣佈參選 我只記得 當年唱票的時候 我就看著電視機 因為那一天好像是放假的 我不是很記得 應該是每個台都播 對 可能每個台都播 我只記得 拍著一個很大的 應該是會展 會展 對 唱票 很大的白板 董建華 董建華 票票都是董建華 對 偶爾有一兩票 不光正 還有 養鐵糧 對 但是那兩個人很少 主要都是董建華 還有很大的政治 對 說政治 那時候的印象就是這麼多 所以我第一次聽你說 你說 你看到 英女王 你會覺得 主權而交的那一幕 你會哭 我都覺得 是幾 我自己不太想像到 因為我覺得 大家年紀都應該 我老一點 說 不要緊 說 因為我老一點 那時候我應該是剛剛中日 對 總之 我很記得是很深刻印象 還有 我是一向都喜歡英國文化的 對 和你小學中學讀書的背景 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不會很大的關係 我讀馬里諾小學 馬里諾中學 但是 馬里諾其實是美國教會學校 美國天主教學 不是很大的關係 是我自己從小到大 很喜歡看政治的東西 就是我小時候 我有看龍門鎮 對 我正當是教主的粉絲 很帥 超帥 很記得 為什麼我那時候覺得 這個叔叔 這麼有中氣 而且說話很帥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 其實小時候 看龍門鎮的時候 但是覺得很好看 明白 這個就是 我早一兩集 翁文踩場 跟台長也有說 就是 翁文他有很多 除了發言的內容之外 有很多戲劇的元素 很吸引 對 對 我記得罵李華明 對 還記得那些畫面 很記得 有時候 那些是 但是我問你 因為我當時也不太熟悉熱血公民 還有其他手足 也有問一下你 什麼時候開始參與 其實你都幫了手很久 其實沒有幫忙 我以前 我現在不是熱血公民 但我以前是熱血公民的時候 因為我主要是在樓西蘭居住的時間 所以很多時候我沒有參與 但是我又參與過組織 有一點慚愧 你現在不是熱血公民 當然是不喜歡我 所以不參與 不是吧 有關笑 這些事情 先不要說 是的 選舉的時候也很幫忙 有嗎 我不是幫助賭亡的人嗎 不是 當然不是 每個人都很努力 我還記得你經常都會問我 為什麼你經常都去別區 不去你那裡 你主要就是在 跑馬地 因為 我英文不好 英文不好 你英文好 那就交給你幫我經營一下 跑馬地 其實通常經過那些是 那些外傭小姐 外傭 是的 是的 所以就 但我照樣說 是的 跑馬地 但是後來發現那個票數 都是 不是預期 不是想像中那麼低 都不錯 跑馬地 也是一個很神奇的區域 我覺得 因為是 一般人都是想 跑馬地比較中產 甚至乎有錢 可能就不會很理我們 我們覺得 對我們的印象都是搞事 都是一些可能 甚至乎是暴徒 但是其實跑馬地 那裡做街站 我自己做過幾次 我覺得 人少少 但是 那些反應都OK 還有安全的 安全 港島安全的 不會 一彩灣 他們不是說 有少少暴力一點嗎 那些伯伯 都是偶爾 偶爾 是的 我不敢去 我們熱血公民 其實做街站 一直都很受歡迎 很受各方面的歡迎 我只可以這樣說 是的 因為有禮貌 有熱情 亦都受一些挑機的 八百歡迎 是的 但他不會挑到 有很多人圍著我們罵 我沒有笑 就不會這樣 因為可能有 譬如 這麼美女的手足 在幫忙做 他笑一下我 為什麼 他叫我漢奸 有一次 你這樣的樣子 都做漢奸 多謝支持 多謝支持 然後就沒話說 他沒有人 他沒有人 是的 然後就 講一下 為什麼去了外國讀書 我之前 大約五年都在 紐西蘭住 因為我拿了獎學金 去讀言語治療 是的 這個厲害 拿獎學金去外國讀書 我在香港 就讀不成書 廢青 然後就做過一件事 才去了澳洲讀書 你就去紐西蘭讀書 我也是 做事的時候 接觸這一行 就是知道有言語治療 我之前在幼稚園做過 那香港有沒有讀的呢 有 港大有 後來好像現在 理工都好像有得讀 以前 即是我的年代 就只有港大有 那也好 不讀港大 去紐西蘭 幸好沒有讀 是的 那語言治療是什麼 因為 今天找一下Yvonne 都特別有 都有問一下她 因為我覺得自己說話方面的能力和技巧 就會放越一下這個情況 我覺得沒有 是的 所以就想問問你 其實會不會有些什麼訓練 或者有些什麼問題出了呢 是可以去糾正這一方面的 我覺得你主要是緊張 你沒有具體大問題 是的 即是語言治療就不是這些 是真的可能面對一些 可能是 自閉症的小朋友 等等 那些 是不是連講也講不到 其實有很多種的 言語治療師 我們主要是 評估 斷症 和治療 譬如你說話 或者溝通方面的問題 明白了解語言的問題 以及吞東西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最後這一點 因為我們其實是讀喉嚨 耳朵和腦 是的 通常那些人聽名字 譬如我這樣很膚淺 就覺得可能只是去針對你說話 那個問題 是的 其實是 我經常說一句 你說不到話不會死 但你吞不到東西 其實是會影響 危及你生命 譬如你吞不到口水 你逐傷 其實會死 譬如在醫院做的言語治療師 主要是看吞東西方面 就比講話方面的功能更重要 譬如你在那邊 為何一開始會有興趣讀這個學科 因為我在幼稚園工作的時候 就知道有些特別需要的小朋友 譬如是自閉症的小朋友 或者他語言發展詞的小朋友 我就覺得以這個專科都很特別 最初知道的時候 主要是小朋友和教育方面 但後來知道原來成人和老人家 都很需要言語治療 例如譬如中了風 腦部功能受損 交通意外又是弄傷腦 可能會影響神經 令到你吞不到話 或者說不到話 譬如在醫院 通常中了風的病人 我們在紐西蘭 你一進醫院 通常會不准你進食 不准你飲食 因為首先要評估你吞東西的功能 有沒有受損 明白 是否平時我們看電影 或者在醫院 通常護士叫你吞一吞口水 是否都是試一試 那是很初步的 我們會做一個叫做Cranial nerve exam 就是看你的那些 應該是腦神經症 我不太知道中文名字 就是看你的腦神經症的功能 看看究竟是臉部肌肉有問題 還是吞東西的神經有問題 各方面 如果沒有問題 就可以吃正常食物 如果有問題 就會有不同的級數 例如吃流質食物 虎仔狀的食物 或者直接不能吃的食物 就要插管 明白明白 如果真的 譬如剛才有說到 譬如有一些自閉症的小朋友 是怎樣可以幫助他們提升 以語言上的溝通的方式或能力 自閉症的朋友 就是小朋友大朋友 其實有分兩種 我們稱為Variable和Non-Variable 即是會用到言語溝通 如果用到的話 我們盡量在他用到的範圍 譬如他會用的字 肯說的東西 和肯溝通的對象 我們會在這方面著手 如果完全沒有言語溝通能力 我們可能現在很好 可以用iPad或iPhone 有很多App可以幫忙 另外言語治療師 我們會有些 我們叫做Picture Book 譬如你日常生活 你會遇到的人同事 就拍照或圖片 放在一本書裡 他可以指 就算他不肯說 因為其實自閉症 即是他不是 即是他不是 身體的構造 他講不到 他純粹是 他沒有這方面的認知 我們覺得平常人 普通的溝通方法 他不是這樣認為 如果你用別的方式 可能你可以跟他溝通到 譬如你把家人的照片 日常生活做的 例如擦牙洗臉 吃下午的照片 你這樣可以跟他溝通到 即是說 如果遇到一個病人 就不是一定要令他開口說話 才為之完成了一個療程 或者幫到他 因為有些病人是不會接受 然後用言語上的 說話 溝通方法 OK 那 譬如 有沒有一些例子 譬如 如果小朋友 他不願意說話 可能 用了一些方式去幫他 他都不願意開口說話的話 可能 就是要靠一些圖畫 還有APP 即是你iPad iPad帶出外 很好用的 他們有些特別是 給有語言需要的人士用的APP 它就是一個一個 好像圖像 可以幫你拼成 鍵詞 或者完整句子 我想中文的版本都有 即是我們在 紐西蘭就做英文 譬如很簡單 Cat 或者Dog 然後顏色 你進階 譬如你一開始教小朋友 通常1 2 3 動物顏色 因為他們會有興趣 然後就 越來越長的句子 Yellow Cat Purple Dog 就是這樣教他兩個 三個 可以溝通 構成他想表達的意思 因為 它的APP是會有傳出的 即你按下去會有傳出 即你溝通的對象 就可以跟你溝通到 明白明白 除了小朋友 可能有些自閉症 會有這方面的困難之外 通常有什麼類型的人士 通常是要去接受語言治療 如果都是溝通方面 老人家中風會是很大部分 我們治療的對象 那中風的病人 有時候會有一個症狀叫Aphasia 應該中文叫失語症 即他有兩大種類 一個就是他接收和理解能力有問題 即他可能聽到這些字 即聽覺是沒有問題的 但他完全不明白 即他聽到你說了一句話 他可能聽到個別的字 但他不明白傳句的意思 這個範疇 即可能他中風之前 即他會有這個能力 但中風之後就喪失了 即是理解的能力 即不是聽覺的能力 即是理解 另外一方面就是講不到話 因為你影響神經線 影響了肌肉功能的時候 講不到話 其實都是很多人會很在意的地方 因為你和家人溝通不到 譬如你中風 你很多時候會影響四肢的活動能力 你需要人幫你日常生活 護理的話 但你如果溝通不到 其實是很令人溝通 簡直說不到給別人聽 我哪一方面需要幫助 是的 那些情況 譬如你在醫院 一中風 我們當然會評估他吞野能力 好像我說 最重要是不要吞傷 先不說吞野方面 如果溝通方面 譬如真是沒有能力說到話的時候 我們會給他一些指和不拒 如果他可以用到手寫字的話 不行的話 我們有一些 又是Yes No 很簡單的 譬如你問他問題 給Yes 和No 他可以指 如果有些病人 四肢影響到活動能力 可以用眼睛 我們叫做Eye Tracking 我想你看電影 有有有 即是去到很嚴重的 可能只有眼珠動到 就叫他動左右 那些不局限中風病人 是有些腦神經有疾病的人士 都會 明白明白 其實很重要 譬如我講開中風病人 因為這一方面我也很有興趣 除了我們會對病人有治療 和有幫助之外 我們是很著重病人的家人 或者朋友 我們都會教他們一些方法 去容易一些和病人溝通 因為是要雙方面的 是 那 讓我看看 現在 譬如你剛才說的那些 你去紐西蘭去讀 香港就只有 即是香港大學那裡才 暫時有得讀 就是五年制的 但是香港 五年制 五年制 學士課程 我們四年 四年應該包括實習 所以我們的假期比別人短 即是有時候 人家全大學都放假 我們要實習 明白明白 但是現在香港沒有執業考試 那 如果你要成為註冊言語治療師 就一定要在抗瑜讀書 是嗎 是的 是的 那 那 除了 譬如中鋒的一些個案 譬如有些是可能因為他臉部肌肉動不了 或者某一部分 導致他可能用不到 不可以再像中鋒之前那樣的話 有時我們受了傷 會有物理治療師 有一些訓練 令你慢慢可以用回那一部分肌肉 然後可以說話 言語治療方面 都會有面部肌肉的訓練 但是其實有很多研究 是顯示他的用途很少 那為了 一不想令病人和家屬失望 即是你做完沒效果 第二 其實都會累的 尤其是當病人越做額外的事情會累的時候 如果研究方面沒有正式有效 我們不斷推薦 即是紐西蘭方面是這樣 那會不會就是很多時候 其實都是令到病人在說話之外 能夠學習一個溝通的方式對外 就不是真的說 不用用語教都說 是的 都要令到他能夠 譬如清楚說話 或者是可以直接說話 是的 其實另外有一件事很重要 除了他永遠都不會回復以前的說話能力之外 我們很重要是令病人和身邊的人知道 他不是認知能力 他不是智力方面受損 他只是語言的接收和生產能力有問題 因為有很多時候病人覺得很沒有自尊心和沒有信心 因為別人以為他可能好像傻了 或者智力方面有問題 我們很重要的一步 一開始就要告訴他不是的 只是你說話的能力 是因為你腦部受損之後影響了 就是要做一些心理的輔導 包括一些 你應該讀的時候 包括要讀一些心理學 有一點 應該是跟別人溝通的技巧 是的 通常如果遇到這些問題的病人的家人或朋友 又應該怎樣跟他們溝通 最重要是 例如你會怎樣教他們跟他們相處 除了你要尊重病人 你要知道他不是智力和認知能力有問題之外 最重要是給他時間嘗試說 因為很多時候他可能很辛苦 他以為自己說了出來 為什麼你不明白 但其實可能他只是重複了一個音 或者重複了一個字 他自己不知道 因為他很努力 腦裡已經組織了一個完整的句子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說不出來 這個時候你要 例如下頭給他一些時間 給他一些反應 就不要幫他摺 例如我說 我想 你是不是想喝水 你是不是想吃飯 他會覺得很困難 我想試 可能他覺得自己可以 或者差一點 但如果你幫他摺下去 他就沒有機會練習到 這是我們經常說的其中一件事 明白 所以我原詩打算找你 看看能不能幫我 我覺得你沒事 就完全不是這個範疇之內 很簡單 你只是緊張 我想 就是另外一些 可能是做節目 或者演說技巧方面的訓練 就完全跟這些 是扯不上關係的 沒有那麼嚴重 明白明白 排不到體力 是 那 通常 譬如我們剛才會說 中風的人 通常會遇到這個問題 有自閉症的大小朋友 都很常會出現這個問題 例如還有什麼人 需要去接受這個治療 譬如老神經受損 有很多病 中文名字 譬如Huntington 我不太想說英文 即是老神經出現問題 令他控制不到肌肉 或者控制不到 認知能力有問題 也會影響 即是讀寫障礙 讀寫障礙 也會其中少少有關係 其實遠遠治療 還有很多其他方面 譬如你說話漏口 或者你聲帶受損 或者用聲音不正確 有懶音那些也是 但那些是我們覺得 其實是很小事 比起其他來說 即是有一些 這一方面出現問題的 都會去找遠治療師 會 但這些 對於你們來說 可能是雙風感冒 應該說 尤其是公立資源 這些會排到最低 明白 因為不是迫切性 明白 即是有懶音 或者口吃那些 都會去找遠治療師 通常去找私家 私家那些 私家那些 不用排期 那會有些什麼 例如療程給他們 即是咬著牧室讀報紙 這些我沒有試過 這些是傳說 譬如你在紐西蘭讀 主要是讀英文 因為那邊 針對的對象應該主要是 講英文的 那他們 會不會有什麼 治療方式 比較有趣 都會有發音的問題 即是 是討論 對 首先 譬如我們會 以大人來說 我們會告訴他 譬如口部的結構 譬如我們說話 會接觸到的部分 有嘴唇 牙 牙後面那個 Ritch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或者舌 我們會嘗試告訴他 其實你發這個音的時候 譬如舌是會黏著牙的 或者舌會黏著口唇 大人或者會給他一些照片 和圖片去看 幫助他 小朋友未必可以的話 我們會有些 類似玩遊戲的方法幫助他 譬如有些小朋友 說不到G音 我們可以幫助他 叫他躺在地上 因為當你躺在地上 舌頭和喉嚨的位置 接觸會比較容易 如果當他一試一次可以的話 我們就可以提到他 即是怎樣掌握肌肉的控制 對 大約知道哪個位置 但小朋友方面 發音我們是不會太在意 即是不會特別去 要去糾正一個很純正的發音 因為其實小朋友 是有一個階段 是讓他到每一個年齡去學發音 譬如你三歲說不到R音 我們不會太在意 因為你大約是到五歲 研究來說 但通常到五歲 仍然可以當成正常範圍 但如果六歲都未說到 我們可能會有些事情幫助你 因為這是正常小朋友 語音發展的階段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第二節繼續聊